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曾志祥 今天是7月7号 现在是下午的3点01分 接下来在下个礼拜的时间 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注意 大盘的部分 今天我们会来主要来谈整个大盘 整个大盘接下来的动向 今天指数跌了70点 但是成交量是只有823亿 这823亿其实是最近期的一个低量 那这个指数的部分呢 很重要的一点是下个礼拜 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所以关键时期指的是一个 短多短空的一个决胜点 那第一个我们先带各位来看 几个几个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部分 随着这段时间我先从一个指标的角度 指标的角度来看 随着这段时间的修正 KD的指标过热的状况 已经逐渐的化解 那当然下个礼拜 在随着KD指标过热的状况化解之后 它会有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这是第一个部分 如果从指标的角度来看 而第二个部分呢 这条是26天的移动平均 那如果是20天的话 它今天这个加权指数是收在 20天的移动平均线之下 那20天的移动平均呢 目前扣底在这个位置 下个礼拜一是在这个位置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礼拜五会来到10250这个位置 意思就是说现在的指数收在10297 那也就是说在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之前 月线都是呈现上扬的趋势 我们这边谈的是20天 月线都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加上扣底四天都是低 所以这个上升趋势的力道 它短线的多空的力道 短多还是维持得住 但是从下个礼拜五开始 它就会连续往上扣 扣到一个半 这个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 这是第一个部分 而第二个部分呢 刚刚我们谈到的指标过热状况逐渐化钱 然后这个月线直接往上扣 月线陆续从下个礼拜五开始才往上扣嘛 所以它还有时间 多方还有最后的机会 但是我们这边指的都是短线 为什么 因为中期多头的格局 是看一个季线嘛 中期多头的格局 季线扣跌位置很低 所以中期多头格局 差不多目前 季线位置差不多在一万零一百点 好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刚刚从这两个角度来思考之后 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几个重点 这是昨天 当然昨天道琼指数 跌了一百五十八点 比较稍微的道琼比较弱一些 但是你看到一件事情 费城半导体 我先前说的这个超跌 随时有机会 已经随时有机会止跌嘛 那昨天 前天它大涨 两个百分点 2.08个百分点 那昨天虽然说是呈现小跌 0.45% 但是呢 你可以发现得到一件事情 发现到什么事情呢 它昨天也是抽红 这代表两根红可以表示什么 表示多方的抵抗力道 而更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 是在于什么 这是从过去六月九号 一根长黑之后 连续这样子修正下来 这一段时间 差不多修正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黑黑 红黑 红黑一天之后就黑 你了解这意思吗 就是说 过去修正的这段过程当中 出现红黑的多方抵抗的力道 从来不会超过两天 一天之后就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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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 进入超跌区的肺磅 是回为很久 这个回为一个月以来 首次出现连续两天的红黑棒 所以 这也符合我昨天所说的 电子能不能够续墙 一定是看肺磅能不能够站回际线 目前肺磅的位置 际线的位置 差不多在这边 稍微一个上去 站回去 很OK 那你再来看几个重点 你记得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第一个从指标角度来看 从均线的角度来看 然后再从肺磅的角度来看 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部分 好 来 再来 你刚刚记得 我们刚所谈到的几个重点了 第一个指标 第二个月线 第三个备半 再来第四个 最近大盘的融资 这两天在减少 如果从这一天开始起算 从这一天开始起算 这一天为什么从这一天 因为这个指数的位置 如果我们从这一天来算的话 到昨天为止 大概大盘的融资 增加差不多31亿 增加差不多31亿 以这样子的水准来说 以融资这样子的水准来说 它其实并不算多 意思就是说 如果指数重视 接下来可能修正 你说要出现融资 多少多少的机会不大 因为融资本来就没什么增加 了解这个意思吗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 还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你看 我们前两个礼拜 不是在做传产吗 主要在主公传产 当然现在手上还有一些传产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说 我们要透过这个角度 来去看外资它到底在做什么 来你来看 各位好朋友 这个是外资买卖的金额 每天盘后你都会公布 像今天就看到外资在卖超六十几亿 那如果说我们去统计这段时间 从这一天外资吉拉开始之后 各位好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外资大单消入之后 这一天买了一百多亿 连续到昨天为止 那当然还不包含今天的 到昨天为止是总共买了 买超一百二十几亿 那如果扣掉今天 大概变成只剩下买超六十几亿 那你要去记得一件事情 它为什么呈现这个样子 这边是外资的买卖金额 这边是外资的买卖超 各位好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很明显的一个差距 首先很明显的差距是什么 就是外资的这个 除了这一天之外 其他其实几乎没什么买卖 动作不大 但是张数却很多 张数却很多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说外资有逢高调节一些涨多的股票 或者是股价比较高的股票 把资金转去那种股价比较低的股票 所以你会看到资金这个买卖超的金额 没什么增加 但是张数却增加了 这一段时间是特别明显 这也是为什么前两个礼拜 我们在做传产的原因 因为传产很多是低价的 很多金融也是低价的 所以自然而然你当你外资在卖一些电子股的时候 把那个资金转到传产跟金融的时候 张数自然而然它一定会增加 但是金额却没什么变 了解这个意思了没 好 那这背后代表了什么 到目前为止 那当然今天因为外资卖了六十几亿 所以这个今天会呈现一个比较黑的这样子的状况 那这意思也代表的是说 外资现阶段这个时间的确有在卖一些股票 有在卖一些股票 目前来看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再配合到另外一件事情 配合到什么 配合到八大观股行库最近四个交易日 连续性的买超 每天都在买 而且金额都不算小 买超了这个大为三十八亿 你如果去把这个八大观股行库的进出的这个统计 拿来做计算 你会发现 上一次连续买超的时间 八大观股连续买超的时间 是在这个时间点 连续买超四个交易日 那之前没有很少这样买的 八大很少这样买的 有的时候就是偶尔买一天大的 然后后来就休息买很少买很少 反而是最近这四个交易日八大连续买超 四个交易日超三十八亿 好 那这样谈完之后到底什么意思呢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就是说什么呢 最近这一段的时间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各位好朋友 我们刚刚说了嘛 从这段开始起算的话 融资增加差不多三十一亿 但是呢 有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意思就是说指数就算 下个礼拜震荡震荡震荡 如果不小心下来 你说要融资多杀多的机率不大 但是要提防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 自营商 因为自营商这段时间买超了一百四十五亿 了解这个意思吗 这个部分 市营商这段时间买的太多 大概145亿 然后但是呢 融资没什么增加 所以你说这个盘 散户并不热 散户并不热 有热的都是在买什么鸿海 群创友达 这个台积电等等 但是整体来说 散户并不会过热 了解这个意思吗 好 再来我们在整个 整个轮廓 一点一点提醒完之后 我们来看几个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回过头来 废办 目前来看 他很有机会站回 站回寄宪之上 很有机会站回寄宪之上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如果说今天晚上的废办 或者是 如果说啦 今天晚上的废办 能够顺利的站回去 那我们刚刚也帮各位 各位算过一件事情吧 算过什么 月线的20天的移动平均 月线的扣底 下个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还有四个交易日 多方他可以去做攻击 如果今天废办 能够站回季线的话 那资金会一部分 再回流到电子股 那就表示什么 刚好配合到 这个部分 然后下个礼拜一 一到四 电子股他有攻击的机会 那如果按照这个角度来 来思考的话 那我们自然而然 就可以去推估说 你难怪这四个交易日 八大关股黄库 很罕见的 连续四天 买超了38亿 因为他们也 也会去计算说 这个如果再不防守 接下来短线上的多头格局 就会变成短线上的空头格局 那但是呢 这样会照 纵使是短空 也其实也 我觉得影响 你说真的也不大 为什么会这样说 纵使是短空 你稍微先推一些也OK 甚至有些短空的时候 你股票其实也不太会影响 但是这不确 不一定会成真 你理解为什么吗 因为他还有 多方他还有时间攻击 如果说他能够攻击上去之后 撑住 维持在高档的强势震荡 基本上 这样子的格局 就不会被破坏 因为往上扣了几天之后 又会开始往下扣 这是从均线的角度来看 那如果说你再回过头来 配合到我刚刚所说的 如果今天废半 能够真的站回气线之上之后 那资金再回流掉电子 那你接下来有四个交易日的时间 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 电子有机会去做一个攻击 那如果说有机会去做一个攻击的情况之下 那指数自然会有机会撑了起来 那撑了起来之后 那如果说能够维持住 抵抗过这一段月线扣底值 扣底高的时间 那基本上就不会有 这个短空的现象出现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那当然变成下个礼拜五之后 它一路往上扣 那你月线的角度 它就会开始呈现 先盘整 纠结 然后往下 那如果说指数在这个位置撑不住 往下的话 那自然就形成一个所谓的短空 那那时候自营商会砍股票 所以我说自营商 先前买超了145亿 不包含今天的 自营商可能动作会比较多 那再来 但是呢 这样子的格局 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刚刚有说了 这影响不大 为什么 你看呢 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第一个这是终极多头的格局 寄线在这个附近 寄线目前拉到是在这个位置 差不多一万零一百 一万零一百点左右 意思就是说 如果纵使下来 纵使下来 第一个这边农资增加不多 才31亿 第二个部分 这个头部并不大 小小的头 差不多半个月 没错嘛 纵使下来 形成短空 他还是一个终极多头 那就变成说 接下来盘底 因为压力其实并不大 接下来盘底 打底 短空 终多 再攻 了解这个意思吗 今天我们花比较多时间 来谈整个大盘的规划 那更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这也跟我们刚刚之前 所谈的这个这个预期 产业的预期是有关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接下来iPhone 8 因为延后上市 所以很多的供应链 它营收真正增温的时间 它会延后一个月 左右的时间 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所以你有可能 原本这个像是 第三季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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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利目标 像台积电啊 或者是大力光 红海等等 有可能因为iPhone 8的延后上市 所以会调降 所以营收可能没有 增温的这么快 会比 有可能比之前 他们所预估的 第二季预估的 或者是第一季所发布的 猜测 有可能会降下来一些 那这是不是 这样子的配合 产业的分析之后 iPhone 8的延后上市之后 那是不是也配合到 我刚刚整体 跟各位所说的 假设在这个短空的时间 假设在这边 正让整理的时间 一到四个交易日 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 电子去做 往上拉抬 攻击的动作的时候 但是 他没有办法撑住 假设真的形成短空 但是它是一个 冲奇多头格局 配合这个对称来看的话 第一档再盘整 纪线之上 再整理半个月 到一个月的时间 是不是又往上拉 就进入真正的 这个所谓的台湾 这个相关的重要的电子股 营收绝望的时候 那今天应该花比较多时间 来谈这些东西 那可能在过程当中 节目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些讲得比较快 那如果说你有任何 听不清楚的 你可以去回播再重看 那如果说你 这个有任何 觉得哪一些 想要更多了解的 那当然也欢迎 打电话到宫西来 你也认同阿翔老师的分析 你也认同阿翔老师的看法 先欢迎 首先先欢迎各位 去加入这个我的LINE 因为现阶段 下个礼拜的时间 对于指数来说 当然对于个股那不一定 因为有些个股 它本来就没什么涨 筹码也很安定 所以这个要看情况 所以在指数的部分 要请各位 下个礼拜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期 有任何的变化 我都会及时发在 我的这个LINE上面 如果说好朋友 认同阿翔老师的看法 欢迎加入阿翔老师的LINE 阿翔老师的LINE是 小老鼠小写了T2330 小老鼠小写了T2330 最后祝各位休假愉快 谢谢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